HIGH 大家好我是阿湯 我們今天要來快速的分享一下 要怎麼用TrackGPT生成耐貼圖 說真的快速也不快速 我們今天影片可能會有一點長 所以呢前面開了我們就剪短一點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實作吧 好首先呢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三天來呢我一共做了四組貼圖 那這四組貼圖我認為自己呢是算牛皮質的在製作 比如說像這個是我第一次呢用AI產生的LINE貼圖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貼圖圖片呢乍看之下我覺得算是做的還不錯啦 只不過呢因為我是第一次使用AI來創作這個LINE貼圖 在指列的部分呢我自己認為我個人沒有下的非常好 會導致呢有些角色之間呢會有一點點差異感 像你看這個明顯的鮮豔很多 但是這個呢比較淡了一點 其實這個在產生的時候呢我自己覺得沒有做的很好 但是呢我其他的部分呢接下來我第二組 比如攀岩少女這個 我已經知道怎麼去下這個指令 我就把這個風格維持的很好 整體製作起來我覺得算是很完善的 品質也相當的好 比如說像這個左邊呢可以 點擊實際看完成後的貼圖 這邊有一個模擬器 你可以點擊出來 然後這邊可以去選擇你產生過的貼圖 你看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用CHARGT做的LINE貼圖 品質其實我覺得算蠻好的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呢 然後怎麼去產生呢像這樣呢看起來 品質比較好的耐貼圖 而不是呢像這樣子 一般呢網路上你現在看到的教學 普遍上教你 先生來出了常見的一些網路用語 比如說生成了九組之後 然後叫你呢創建九宮格 就像這樣子 然後就是文字都上上去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文字其實呢 比如說像這個 先別積著哭 這個這有沒有看起來很奇怪 我校封的這個封的中間 太真實的石這個中間都很奇怪 這是因為目前呢 CHARGT呢 4O雖然圖文字能力很強 他的生成繁體中文也可以 但是呢有些字呢就是看起來會有點奇怪 人生說大概可能八九成像 但不是完全的一定都會對 但有時候呢你至少的情況下呢 他還是可以完全正確的 接下來呢你看還可以用指定教他說 把九宮格圖片呢 裁切出九個答案透明PNG檔 他就會產生一段程式碼之後 然後就幫你產生了 裁切好的透明PNG圖檔 九個就可以直接下載 然後去到Nine的這個貼圖市集裡面 上傳上架 OK這樣做呢雖然很快 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來 做出來的東西真的是 不要說堪用 我自己呢是接受不了啦 所以我們今天會帶大家來 一步一步的去做出比較好品質的貼圖 比如說我們先來新增一個人設 那我們可以請Chat 就是說我要做一組LINE貼圖 然後來設定一下角色 比如說我今天呢 是以職場新鮮人 剛出色我也什麼都不懂 請他幫我想一下人設 然後我們把它上傳 好那生成人設之後呢 這邊會告訴你 角色名稱是什麼啊 基本人設啊 性格特徵 角色背景 然後延伸的特徵什麼的 他其實寫得非常非常的詳細 我也覺得還不錯 那你可以按照這樣的人設設定呢 自己再去調整一下想要的部分 接下來如果你對的都沒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說 請按照這樣人設呢 先幫我生成一張主角的貼圖 記得要透明PNG圖檔 好這樣呢 就已經生成了一張人設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角色 你喜不喜歡 肯定呢 會比我們剛剛看到的那種 貓咪的九宮格的品質 是不是好太多了 如果你對於這樣的人設呢 想要再調整一下呢 你可以再去下指令 然後去做調整修正到 主角的角色先確定好之後 我們再進行往下一步的動作 這樣可以確保你後面的LINE貼圖的品質 會比較一致性 而且呢 是比較符合你心中的期望的 那當這個角色呢 假設我們已經確定 就是以這樣的風格為主的話 接下來 如果你已經有自己的想要的文字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往下去進行 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也可以請CHECK去幫你呢 產生一些建議的有趣用語 比如說像我就講說 這個配色風格呢 先幫我記住 那等一下貼圖呢 用它為圓形 接下來呢 提供我九個職場新鮮的有趣用語 六個字以內 記得字數不要太多 我因為字數的太多 等一下在做貼圖的時候 文字很難上上去 如果字太多的話 會變得超級小一個 那我們把它送出 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提供你九個 符合 這場新鮮人角色 六個字以內的有趣用語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想要修改 可以自己去調整一下 那我們現在先不管它 我們接下來 可以往下面去 進行產生貼圖 接下來產生圖片呢 以我自己為例呢 我的指令會上下 請幫我用前面定案的這種角色來產生貼圖 然後按照順序呢 產生九宮格 叫它不要幫你加文字上去 否則呢 它會幫你加上去 只要符合這文字的圖就好 記得呢 整體的圖片呢 也可以拉長一點 這是指說 你要一次產生九張圖的情況下 因為呢 有時候你剛才講 九宮格 它會產生正方形的圖 導致呢 最上或者是最下呢 有出現裁切的狀況 所以呢 記得多一句 叫它拉長一點 最後呢 要有透明PNG圖檔 然後確保畫質 精緻角色設定的一次性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個 到時候九宮格的圖片呢 會產生什麼樣子 這是我們剛第一次產生出來的圖片 可以看到呢 表情呢 大致上都有符合我們這些 有趣的用語 但是你會發現呢 這個衣服呢 沒有產生好 然後手臂呢 很多地方都變得透明的 這時候我們就只能在下指令 讓它再重新產生一次 好 這時候我給它指令呢 衣服變透明了 只要背景透明就好 然後重新產生 圖片呢 再拉長一點 因為呢 像第三排這個人物呢 被裁切 不過呢 這種指令呢 不見得它每次都會照我的指令去做啦 這是給大家建議啦 如果有裁切的話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我比較建議 一次產生四格 是比較沒有這個問題的 接下來我們繼續等待呢 它的第二次產生 好 這樣這個等待期間呢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自己在使用ChatGD 想要用看看ChatGD的 PLUS方案的話呢 如果你不想要付出呢 20塊美金一個月的話呢 可以參考看看這種 AI的合租服務 像這個是PlanRogate 裡面有ChatGD 有Netflix 有YouTube的Premium 下面還有Dismi Plus For Spotify 這幾種呢 都可以在這裡 以合租的方案 一起購買使用 那購買之後呢 它是直接提供你帳號 可以去做登錄使用 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ChatGD的方案 它PlanRogate方案呢 3個月3個人合租 共享一個帳號 是25塊美金 比如像這個3個月6個人合租 只要16.5塊美金 算下來平均每個人 每個月只要5.5塊美金 也就是100多塊台幣 我覺得是相較於 你自己單買一個PlanRogate方案呢 是便宜很多 如果你想要試用看看的話呢 不妨可以考慮看像這種 AI的合租服務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第二浪的貼圖 終於成功產生出來 一次就是九宮格 而且你看 它有幫我確定拉長一點 才不會讓這個下面去裁切到 產生了這九個貼圖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去把它分割出來 加上文字呢 首先我們先把它下載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利用 第二個線上的服務 就是Photopia 這個呢 有點像是線上版的Photoshop 然後是免費的 因為它的操作功能呢 基本上跟Adobe的Photoshop 差不多也就是簡易版的概念 進入到Photopia呢 你不一定要登入帳號 你可以直接呢 新增專案 這邊呢 要去設定寬高以及背景 寬高呢 以Nine貼圖來說呢 它是370 x320 這是最大 然後背景呢 是透明 接下來我們可以按建立 建立完成之後呢 這邊呢 你就可以把貼圖拉進來 那我們要怎麼開始去做製作呢 比如說我們已經有下載 我們剛剛的貼圖九宮格 我們就拉進來 拖曳進來 到上面哦 上面哦 不要拉進來這個專案哦 到上面 我們先到另外一個 新的專案這邊來 接下來你可以選 第二個這個選取工具 然後一個一個來 比如說我們要先做第一個 我們把它選起來 然後Ctrl-C 或者Ctrl-X 減下都可以 貼上到這個專案來 那這邊有個變形調控 你可以把它打勾 就可以去調整這個圖片的大小 拉到我們想要的 這個貼圖的大小的感覺 那甚至呢 你可以旋轉 那這邊我們不做旋轉 我們就直接正的 再來呢 我們要加文字的部分 但在加文字之前呢 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平台呢 本身呢 它的提供的文字 只有英文沒有中文 所以你打中文 可能會顯示不出來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去找一下 我們想要使用的字體 但是呢 免費的中文字體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都是要付費的 才會比較可愛的 或是好用的 那我自己個人呢 目前是用 絲尾系列的這個字體 你可以去搜尋一下絲尾黑體 或者是呢 我在資訊欄裡面也會放 絲尾黑體裡面呢 有非常多 透過開源字型 然後去修改過來的字體 基本上都是繁中 缺字很少 比如說像這個 飛腿黑體 飛鏢黑體 就是我製作貼圖的這個文字 你可以點擊進去之後 然後這邊有個檔案下載 在code這邊呢 download成leap 然後你把它解壓縮之後呢 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檔案呢 是tc 就是繁體中文 然後你就可以回到photopia來 然後把剛剛呢 解壓縮的這個字體 cjktc 就是tc這個資料夾裡面 所有字中呢 都把它選舉起來 然後直接把它拖曳進去 然後這個原管 當然你就按確定 它就會把那個 你的字型呢 讀取進去 那讀取完之後呢 你如果你要搜尋字體呢 要像這樣子 是用英文的方式 像這個是 sweid開頭的 比如說我們要加字體 先加第一個 第一個字體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第一個呢 是收到 但不懂 我們現在新增一個文字 也就是旁邊這個t字 如果你本來就會用photoshop的 你可以用photoshop操作 可能會比較快 那如果不會用的 你可以看著做 產生之後呢 這個按兩下 就可以輸入文字 這邊我們可以順便先改一下 收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wei dart這個 然後把它點擊選取 然後這邊呢可以選擇自重 自重就是要多粗 那一般來說 你做貼圖粗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字體大小 可以先選大一點點 等一下再來調整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打文字上去 收到 但不懂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調整一下這個文字 我們把它調整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然後如果你的大小呢 想要再調整的話呢 可以透過呢 點擊之後 雙擊 這邊可以再選擇大小 然後再去調整就好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做到這樣子呢 還不夠 因為呢 如果你把它放到 那你的貼圖裡面呢 上架之後 成功開始使用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如果對方的主題呢 是比較深色或是黑色的話 這個黑色字呢 會完全看不到 這時候我們可以在這個文字 右鍵 混合模式 然後加個筆畫 顏色呢 選擇白色的 就這裡 甜色顏色白色 這裡也可以加個 5pixel進去 這樣就有白框在這個裡面 然後就可以去做使用 這樣就呢 完成一張貼圖 再來如果你要繼續生成第二張呢 不用再重新這樣做 我們先把這兩個呢 一起選取起來 你可以選第一個之後 按下Shift 再選下面這一個 然後按一下下面這個資料夾 它就把它縮成一個群組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群組呢 複製到 然後按確定 就會產生第二組出來 這時候你可以先把這個眼睛 點掉有沒有 點掉它就會都消失 就不會顯示在這裡 然後我們再來創作第二個 第二個你就可以先把圖片刪掉 然後文字只要修改 這邊字型就不用再重新做 比如說我們現在做第二組給它看 我現在超忙 然後調整一下位置 接下來第二組呢 我們就一樣 用圈選的方式 把它選取起來 然後貼過來 點這個箭頭之後 就可以去選擇它了 然後調整位置 你看這樣第二組就完成了 然後一樣的 你就是再繼續複製資料夾 然後再去做第三組就可以了 再來輸出的部分呢 我們先選擇第一個 檔案輸出 ENG 三百七層三百二 把它儲存 比如這個01 然後再來點掉眼睛 然後換第二個 這個是輸出 ENG 然後新增轉這邊是02 這樣呢你看我們就依序產生出兩張貼圖了 然後你就依序這樣做 再來呢我們就可以到 Night Creator Market 就是它的市集這邊去上架我們貼圖 註冊之後呢 在後台這邊可以選擇新增 然後貼圖 貼圖類型就是貼圖 不用去選其他除非你是做動態或是其他的類似的貼圖 然後再來標題的部分呢 這邊有三個要去填 第一個是英文 好我們先隨便選一個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製作啊 一樣你可以到ChatGT來 好就是幫我生成資產信念人的標題跟說明內容 然後內容要小160字元 因為呢 Night Creator Market 這個內容說明呢 只能160個字元以內 建議要生成中英日三個版本 把衝出 在等待期間呢 你就可以先回到這邊來 新增日內跟繁體中文的版本 為什麼要這三個呢 英文呢 是一開始我進來還就是英文 沒有辦法設定 日文呢 聽說呢 審核的人都是日本人 所以你有新增一個日文的說明呢 會讓他們比較看得懂 加速這個審核的速度 第三個中文呢 主要就是給我們自己台灣人看的 回到這邊生成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標題呢 把它弄進來 比如說剛剛這是中文的 然後說明 英文的 然後日語 把它複製貼上過來 記得呢 這個說明呢 整個是半型的英文字母 或者是半型的符號 像這個有全形的 你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通常就是這些標點符號啦 然後還有像這個 上面的單引號 把它改一改 然後這些錯誤就會消失了 接下來就有版權設定 這個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打 然後風格屬性呢 建議可以加上去 我覺得還不錯 一個療癒性 男性角色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顯示貼圖小庫 要不要參加耐貼圖超值方案等等 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販售地區 我會建議呢 你要自己選擇區域 因為有一些貼圖 他省了之後呢 大部分退回的原因都是 無法在某個區域去販售 那比較保險的做法 你就是選台灣一個就好 剩下的你要怎麼設定都可以 你可以大概去看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開始販售設定 當省了通過之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自動開始販售 那就不用等 好按儲存 儲存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有這個貼圖圖片的地方可以去上傳了 比如說我們這一組呢 可能只做8個 那我們可以先編輯 要擠這個呢 這邊有8 16 24 32 40 以8為單位 那你可以按照你要做的組數去做變更 你如果呢 一次做完了 你可以打包成Live檔 壓縮直接上傳 他會幫你趴出來 包括MainTab跟012345這樣 那我們可以手動上傳 比如上傳01 上傳我們剛剛的02 然後這邊有個Main跟Tab要怎麼做呢 我們返回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製作準則 左邊製作準則 然後貼圖 這邊點開來看 就可以看到 主要圖片 也就是那一貼圖的 上面在介紹的 主要展示出來的 這是240x240 然後一個標籤圖片 這是96x74 這時候一樣我們可以到Photopia這邊來 我們新增一個專案 240x240 建立 好你可以先選擇一張 要用來作為主要的貼圖 比如說像是這個 把它選取起來 然後到240x240這邊 把它調整一下圖盒大小 如果出現圖成一鎖定 就是這個 這個鎖頭把它點掉 然後就可以調整了 這樣就完成一個240x240的圖 然後我們把它輸出 TNG 然後這個是Main 再新增一個 9674 建立 好一樣的 我們可以 複製一個 然後把它弄過來 然後調整 我們讓頭大一點好了 一樣輸出 這個是Tab 這名稱不一定要照這樣去取啦 你大概就好 好一樣回到這邊 我們就可以上傳面 編輯之後 然後上傳 然後Tab 好就可以依序這樣 當你做完之後 你就依序把它上傳 然後按返回 最後這邊有個標籤設定 如果你有對應的標籤可以設定 比如說這個是微笑或什麼 就可以把它加入標籤 但大部分 自己製作的貼圖 應該沒有這種標籤可以設定啦 就沒有相對應的名稱 販售價格就是以30為一個單位 30、60、90、120、150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做設定 儲存之後呢 你要把你的圖片呢全部都上傳滿了 比如說最低就是8張一組 上傳滿之後這邊送出申請就可以按 然後就可以等待它審核通過 在它審核通過之前呢 其實你可以在左邊這邊有一個 實際看看完成後的貼圖吧 這裡點了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模擬視窗 然後就可以點擊你自己做的貼圖 然後來試試看 看一下這個長相長什麼樣子有沒有 你看我剛剛講的這文字 有這個白邊的話 顯示才會是正常的 如果呢 你沒有這個白邊 黑色底的話 這時候你的字就會被吃掉了 所以你再記得呢 在創建文字的時候 文字的部分呢 可以右鍵 混合模式 然後去調整一下這個筆畫 你可以按照需求慢慢去調整 調整完之後 每次上傳呢 就可以到 Nine的這個刺激裡面 去做預覽的這個動作 就像這樣子 預覽的動作 然後可以確保一下 那你做出來的貼圖呢 在裡面看起來是好的 那用這樣的方式製作 你就會發現 Nine的貼圖的品質 其實還不錯 角色的設定 以及這個樣式呢 就可以維持一定的風格 以及一定的水平在 基本上呢 Nine的貼圖製作 我是這樣做啦 然後再來 申請之後呢 多久會上架呢 我這邊不敢說 像是我這個第一個 它一開始也是被退回一次 因為區域的關係 然後這個呢 也被退回了 我現在重新審核 但大部分都在兩到三天左右 就完成了 我這兩個都是兩天 或是三天 就完成審核 然後就直接上架了 所以呢 上架的時間呢 我覺得算是蠻快的 現在雖然呢 送劍的人很多 不過我覺得 他們審核的速度 也蠻快的 那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用這樣的方式呢 製作出呢 品質比較好的之後 Nine貼圖 再去做上架 我覺得會比較算是 善用AI來製作啦 就不是說 你真的隨便產生一堆 阿莉亞扎的貼圖 那個我真的看不下去 就拜託大家囉 那我們今天用到的 這幾個工具的這個連結呢 我通通都會放在資訊欄 那有任何問題的影片歡迎在底下留言哦 那我是阿湯 下次再見 掰掰